很多人踏上修行之路,希望获得内心的平静,生活的顺遂,但修行后却发现自己陷入了另一种煎熬,生活中的种种不顺,考验反而增加。 家庭不合,工作受阻,甚至身体也出现了各种问题,这些不如以让人心生疑惑,故修行没有好处,反而带来了无尽的业障吗? 今天我们要聊的就是这个问题,为何修行之后,业障和考验会越来越多? 是我们理解错了修行的本质吗?还是这些不顺从一开始就是修行的一部分? 在道教的观念中,修行人在路上会遇到所谓的魔考,这个魔不一定是外在的邪恶力量,更多的是源于我们内心未曾接触过的情欲与习气。 这些考验磨练和修行者的心智,使修行路上再一次的心灵催祸。 这些拷问究竟有何意义?我们来审视一下它们。 本期节目会给大家带来一探道家中魔考的奥秘,以及它与我们内心的真实面目存在怎样的关系。 第一部分,修行中的魔考是什么? 在修行中,有一种普遍的现象叫魔考。 许多修行人一开始也不明白为什么,随着修行的深入,这些生活的阻碍,情绪波动,身体不安反而增多。 道家认为,修行是净化心灵的过程,而魔考就是对我们内心真实的试炼。 打个比方,魔考就像是一种修行的审视,考验我们是否有真正的定理和觉知,也可以理解为一种深刻层次的自我清理。 什么是魔考? 魔考并非单纯的坏事或恶兆,而是一种高层次的心理考验。 道家认为,世间万物都有阴阳对立,修行也是如此。 修行让我们心中的到逐步增长,魅在的毁灭力量逐渐扩大。 但正因如此,我们的执念、欲望、恐惧等魔性也逐渐浮现。 魔考不是对抗,而是对我们内在不足的揭露和提醒。 很多我们积压已久的问题,引而不羡的执念会在修行过程中显现。 这就是修行者逐步自行澄清修改的过程。 在这个过程中,我们会遇到魔考千篇万化,有时候是外面环境中的不顺,比如家人、朋友不理解,甚至会出言讽刺。 有时候是工作中突如其来的麻烦,也可能是身体上的病痛、心灵上的焦虑与困惑。 这些考验的出现,往往让人觉得修行不顺,其实这才是魔考的根本所在。 他考验的是,修行者是否能够保持内心的定力与平静,真正实现不动如山。 魔考其实是道教修行体系中的重要一环,不是阻碍,而是一种觉醒的契机。 我们没解决一个魔考,就如同过了一个关,迈向更高的境界。 修行不是艰难的超脱,而是一次浮去心灵的陈狗。 第二部分,为什么修行后业障碍越来越多? 一,修正营业障碍。 修行的本质是自我,揭露隐藏的负面情绪,累积的执念和未了的业障。 就像一个人想要打扫房间,灯一打开,不知藏在角落的这一切都显现出来。 修行者刚开始时的这一系列不顺,其实是自己多年来积累的情绪,问题被放大了而已。 一个故事讲到,一个年轻的修行人出家后,发现内心的烦躁浮动反而多了。 他向师父求教,师父告诉他,这些烦躁本就存在,只是你修行前未曾察觉。 修行者,火炼真金,表面虽显平静,内心的杂念却不断沉浮。 这些污浊的显现,才是修行真正的起点,唯有忍耐和进化,才能逐步蜕变。 二,修行吸引相应的能量干扰。 道家强调同频集中,意思是说,当一个人的能量提高时,会吸引到频率相近的存在。 这个时候,修行者可能会遭遇各种干扰。 这种力量不一定是魔鬼或邪灵,而人心中的阴暗面被外界再激发出来。 比如,有人修行之后,可能会发现家人对自己的理解越来越深,甚至会经历家庭的反对与争执。 这种外在干预,其实是在磨炼者的内心,让他能够超越幼儿的影响。 修行就像爬山,随着境界提升,视野开阔,同时又遇到更大的阻力。 很多修行人都有这种接触,刚开始修行的时候,很快感到平静,但随着深入,家庭,事业等各种困扰突然接踵而至。 其实,这是修行人的内在气场发生的变化,目前的磁场仍在自我调整。 接下来的考问就是,是否能在困扰下继续保持内心的安定。 三,修行带来还债的过程。 在道教的观念中,修行本质上是一个自我超越,而在这个过程中,前世业障,今生未了之债都会逐渐显现。 比如说,有些人修行不久,就遭遇严重的磨难,病痛,人际冲突。 这些表面上的磨难,实际上是他曾经积累的业力的显现。 修行让这些因果提前了结,使自己从而彻底解脱。 在修行的加速还债下,很多人会发现自己遭遇大量的痛苦,波折,但换一个角度来看。 这些波折让人加速了业债,免于来生的轮回之苦。 修行不是逃避因果,却迎难而上,把一切业力清除,让自己在未来的岁月中更有希望。 四,修行带来更高层次的考验。 修行不是一条轻松的路,而是一条逐步进阶的道路。 修行的开始阶段,比如在外部方面考验多,工作,家庭,健康等。 而随着修行者内心的彻底考验,进一步来越多,转向心灵方面。 比如克服自傲,自我膨胀,对境界的执着等。 很多修行人以为自己修行过了一段时间,就开始自豪自满,觉得自己的境界很高,甚至对老师不尽。 这种心态实际上给了魔考更多可乘之机,很容易导致修行走火入魔。 高阶的魔考,不仅考验人能否坚持善性、孝道等基本功德,还要考验修行者是否能在成就感中保持初心。 道家有云,不忘初心,方得始终。 真正的修行是不断超越自己,而不是自得一失的成就。 第三部分,魔考的具体类型。 道家将魔考分为十种,根据修行的阶段和内容不同,每一种魔考对修行人都有不同的试炼。 一一一天魔,天魔常出现在高修行者的心中,让他们看到各种幻想,奇妙光景,考验他们的定力。 许多修经界者在天魔考验下很容易迷失,以为自己已经见证了仙境。 实际上,这就是考验他们对幻境的定力。 二,地魔。 地魔多出现在修行者进行法事,舒服的过程中,如果心不专一,就会受到地魔干扰,浮水不灵,法事故障,甚至心神涣散。 地魔,熬练是修行者的专注度与持戒心。 三,人魔。 修行者在人世间的考验,如朋友的要求,亲人的阻扰等,都是人魔的考验。 修行者需要保持淡定,从俗园中超脱,但不能妨碍亲情,做到不被干扰,也不被带走。 这是人魔的挑战所在。 四,鬼魔。 鬼魔多出现在修行者不专一时。 若修行者对道法不够专精,常用分心,鬼魔便介入实际干预,使正法失灵。 与否,是修行者抵御鬼魔干扰的关键。 五,神魔。 神魔戒律是修行者的戒律,若驱邪射魂时心存交况,就很容易受到神魔干扰,甚至丢失法器。 只有严格戒律,心怀敬畏者,才能建立此魔戒。 六,阳魔。 阳魔考验修行者对情欲的控制力。 当修行者欲念未消,烦恼未尽时,阳魔便会趁虚而入,使修行人陷入情感纠葛中,难以入道。 修行者需断情绝育,才能不为阳魔所扰。 七,阴魔。 阴魔影响修行者的脉络。 当修行者无法区分生命与死期,或在修炼中接触晦气时,阴魔就会现行作乱,拷问修行者的心灵是否清静。 修行者许阶层辨别脉络,确保吸收正气,才能平安度过。 八,阴魔。 阴魔是因修行者不注重身体调养,心念不合道法而生。 若修行者不遵循规律自然,常饮食不调,寒暑施节,则容易被病魔所缠,影响修行。 九,妖魔。 妖魔在修行者意念不纯时事机作乱,常变幻为迷人引诱修行人。 若修行者心存贪念,妖魔变化为美丽幻想迷惑,修行者虚行正心正气,方能避免被妖魔所获。 十静魔。 静魔常在修行者心境不定时显现,修行者若被贪嗔之心驱使,或执着于外物,则容易堕静魔设下的情欲。 修行者需持守内心的清静,不为幻想所扰,方能彻底通过这次考验。 第四部分,魔考的智慧。 道家认为,面对魔考要做到心诚、心静、心安。 心诚,保持真诚、心灵彻底、内外一致,真正做到不虚伪。 心静,修行人在考验时,因为心如止水,不被外物所扰。 心安,顺应因果,不急不躁,安于接下来的一切,不强求结果。 修行的路上没有捷径,也没有魔法,唯一能做的就是让自己内心毁灭,达到道教所说的无为而不无为。 这不是批判的无为,而是一种智慧的安然,接受一切魔考的熬炼,并提炼出心性的精华。 修行的路上,魔考既是障碍,也是成全我们的。 这些考验,让我们看清了自己未曾了解的内心,也让我们在一次的奋斗中逐步靠近大道。 每一次的魔考都是心灵的修行,让修行人不断向上,突破自我,最终达到真正的平静与觉悟。 感谢大家的收看,希望今天的内容让你的修行之路有了探索的认识。 无论身处顺境还是逆境,都能找到成长的力量。 愿大家在各自的路上,彼此心存正道,不断超越自己。 我们下期再见。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与点点栏目